雖然現在這個疫情的境界 已經條件跟立教的 一些産業已經開始 匯匯這個學工跟做生理 但還有哪有的未來基礎 先像六年有今年四五月 當時定期的協助 就很難申請相關的補助 還有一些這陣子 宅配的入獎的歡迎 說這個疫情 讓這個匯運宅配的 這個生理是強強困 他們的工作 讓電腦變得很大 不過薪水跟幸福的條件 都沒有對折 送完貨收貨回來 禮貨 禮貨完我們還要做帳 還要整理東西 公司就是剝奪說 你們這些就是休息時間 你們沒有薪資 花上山等公司 還有很多 稍後的工作要沒用 在疫情期間 沒流量多這麼大 這樣也讓相關 産業的勞工 他們的工作力 多這麼難得到 不過蔡佩通 企業工會表示 收到新租保 貼的各項條件 都沒有對折 我們目前 有一百一十七天的休假 可是我們只能夠修到九十七天 那剩下的二十天 看似有給我們這一筆薪水 可是實際上 他卻是跟我們薪資 每個月領到薪水 是一樣的 那是放在保底薪資裡面 就是被吃掉的感覺 疫情影響到各項各業 雖然有很多行業 已經來學工 不過現在還有很多 勞工陷入 只要他們做受到嚴重的打擊 甚至還沒到疏倫 按摩師他如果不是在熱電停業的行業 就是行業別裡面 但是他實際上卻是完全沒有收入的情況下 這月五月開始新營業的店家 其實在這段時間也是一樣 根本沒有辦法把他的業績衝上來 也沒有辦法繼續營業 也應該要他的紓困 實際在兩黨團希望行政員 就要點營來盤點 看要怎麼把所存在做比較到達 如果老同胞也在那11月宣布說 各大專市和部分 工時老工生活保貼的對象 將不能參加就業保險 會中高零載就業者用七月新租 跟比起四月收過 同一個個主委新租 如果是有減少人什麼以上 都會把它落入去 如果說其他的白兔條件 都沒辦法 就是不能再參加就業保險 可是他還是持續工作 有投保記錄的 這樣的一個中高零勞工 把110年的7月的這個部分 新增納進來 原來只有開辦 五月或六月薪資有減少20%的部分 我們預計可以協助32萬名勞工 那我們也將這個申請的時間 延到這個9月30號 努動部提醒說 部分工時受過六工的 生活保貼三點空 從13開始來申請 如果說全市受過六工的 生活保貼二點空 就會照新租受影響的月份 從13和23開始來辦理 計時綜合報道